工作的朋友现在应该午餐休息时间都结束 要回到这个继续的上班 老板一定最讨厌员工没事就挂在脸书上面 打game 网络上面跟人家聊天 但是美国有一项新的研究说 每天上班的时间一个小时之里面 如果有四分钟去玩电动的话 比如说你去打 Angry Bird或是网络游戏 可以增加专注力甚至增加工作效率 只是不晓得老板对这样子的研究买不买账 而且员工真的玩了四分钟之后就停得下来吗 高高飞起撞回一地坏弹珠 愤怒鸟舒压指数五颗星 还有这款切西瓜游戏也是许多上班族之间最夯的游戏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 上班族每个小时花四分钟来打电动 反而更能专注工作提高生产力 不过站在企业主角度可以容许员工喝咖啡 所以不需要员工上班打电动 一方面它可能会太投入而忘记的时间 所以你的放松时间可能会超过老板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再来也包括这个东西可能会有所谓的成瘾性 就是怕收心收不回来 甚至有公司贴出公告 不准员工在上班时间上社群网站种菜 其实精神科医师建议满电动效果跟到茶水间喝咖啡 看八卦杂志效果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要转移注意力 也就是说压力越大的工作 需要的时间跟快乐活动可能就要更多 一般上班族一个小时需要休息十分钟 但压力大的像是记者或是业务 需要休息的时间可能就更长 才能在工作岗位上达到更有效率的成绩 中天新闻正宗杨慧文台北采访报道